最近,综艺妻子的浪漫旅行正在热播,四位明星妻子结伴开启没有丈夫孩子的浪漫旅行。 丈夫们坐在演播室里,观看妻子们的表现,小巴觉得,这样的形式还是蛮新颖的。 观众对这当节目,也都有较高的评价,不用说,太阳女神谢娜的加盟肯定为这个节目带睡了不少的关注度,能够连续性的360度无死角,看了一个成为妈妈之后的谢娜,这一点就很吸引人。 当一个人毫无保留,那完全呈现在大众面前时,优缺点会一起暴露。 谢娜在节目中就因为拖延正引发英彩儿的不满,四位妻子早起收拾后,准备去山下的餐厅吃午餐,出发前,大家想起要戴墨镜,就回到自己房间去找。 这时,坐着看戏的张杰发话了,她要找的东西太多了,墨镜永远不知道在哪,都说官方吐槽最为致命。 只谢娜这张杰也,英彩儿已经拿好了东西,在楼下等候,这个时候,谢娜其实已经找到了墨镜,只是还在纠结应该学乃一副。 其性子的英彩儿忍不住问大家,走不走,听到同伴的呼唤,敏儿和程丽莎结伴下楼。 谢娜也慢慢悠悠的准备下楼,可是脚还没满下楼梯,转身又进了房间。 其他三位丈夫看到这个场面也是忍俊不禁。 只见谢娜翻翻找找,又给自己换了个包这时,已经过去了15分钟,英彩儿,已经忍不住开始吐槽。 好在谢娜终于收拾完毕准备下楼和同伴们混合这时,老公张杰来了一个可怕的猜测。 果然,一语成诚,张杰都有种无颜见将东父老的感觉,演播室里的其他几位丈夫都笑开了花。 原来她返回来是为了找之前张杰给她写的信这时,英彩儿的耐心已经被耗尽了。 后期还给三位妻子做了个特效,英彩儿的哈欠也相当应景经过漫长的寻找。 谢娜找到了信下了楼,没想到成丽莎见了她说,你看上去像是要洗澡,英彩儿像是嗅到了一丝可怕的气息。 连忙说,你别让她换了,换了又十分钟,谢娜还在蒙圈中,神预言的张杰又上线了拖延那还真又跑上了楼。 这次她自己也知道,他们几个可能出不了门了,英彩儿说,干脆去吃完粉面,为这样的拖延正当呢。 网友们纷纷发表自己的供典,有人觉得可爱,有人觉得很烦,毕竟无谓的等待并没有太多意义。 看完这一场出门大戏,演播室里的四位男士讨论开了。 张杰直言,出门永远迟到,随后一连串的模仿更是发现那拖延正的毛病,完美重现清了这番话。 主持人陶金莹都觉得不可思议,果小冬觉得陈丽莎还是比娜娜好很多。 张杰不好意思的说,大家都比娜娜要好,陶金莹忍不住好奇,生活中的张杰怎么可以忍受得了这样的拖延。 张杰的回答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,我习惯我的时间和她分享。 小巴听到这句话已导致都开始上升了,简直不要太甜啊。 张杰自己也爆料,谢娜在生活中还有更多的小毛病,比如出门不关灯,拉开抽屉不关等等。 本来自己已开始不习惯,后来慢慢的都选择了包容。 更厉害的是,张杰已经被谢娜影响,拉开抽屉之后,也不太愿意关上去。 或许这就是相爱的最高境界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